在7点钟我们都两个大包小包去火车站 8点半开车 下午4点半到广州 8个多小时 今天到东莞 大包那个盒饭上车吃 15块 是我的早餐跟中餐一起吃了 15块 早餐跟中餐一起吃了 大街换那个位置 他们是一起的 到成州了 就下的差不多了 找那个位置躺一下 好困难 这个河湖快下车了 和饭这个价格 跟那个什么波动很大 一会儿是20是吧 最开始是20一份 然后15 10块 现在5块 这个价格波动很大的 5块一份的 我买早了 我们买早了亏了 还有那个什么土豆 你去哪儿 到广州了 现在今天先去东莞万江去住一下 这个房子35 再把门娘整一下 这个阳台 这个洗手间 这些都是乔仲集团招待用饮料啊 红米啊 酒香双蒸啊 外卖吃一下 这里苦菜啊 酸麻辣的 炒了个芹菜香干 12 凉菜6块啊 这就是广东特色饮料啊 用猪肥肉泡出来的饮料啊 吃饭了 今天坐车坐了一天啊 昨天晚上也没怎么睡 早上6点起床 坐到现在8点多了 吃饭 今天庆祝一下 又熬过了一个月啊 搞点广东的饮料喝一喝啊 嗯 就说是猪肥肉泡出来的饮料啊 先来它一杯 嗯 嗯 先来看看 烤肉 不懂的 就凉菜了 切出一下 切出一下 啊 死地又清零了 二十四号 还了一笔 这是我以前工厂里面的 啊 欠的啊 今天呢 还了上次那个 一万五 每个月的分期还了啊 但是说好的 但是我做没有做到啊 只有抱歉啊 嗯 尽量的 多烦一点 买了被子买了什么东西都买了 明天去租那个长期房那里啊 两百块一个月 休息一下吧 好了一年了 眼泪了 我尝试做旅游博主嘛 到处走一走 他不仅去吧 十九大 不仅去不来 在东莞 还有这种 不准饭 十二块 被子 爽套 生活用品 杂七杂八的全买了 不要慌了 稳住了 这个月是稳住了 干杯